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這個其實是顏色很飽和 這一件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比較抽象的 因為我自己就是很喜歡 這可以玩 牽到海裡面 對 然後我就看到 陽光它穿透到海裡面的時候 它會有很多光束 妳可以再晃一下嗎 可以 這樣子 所以妳眼中的海水 竟然是長得像海草的感覺 有變巨像的了 而且一片一片這樣子 我覺得自己還滿療癒的 我看牠看起來有點像鴿子 是什麼鳥類 牠本身是竹井斑鳥 後來這個蛋 牠沒有孵化成功 我就會心裡有一個盼望說 牠們會不會也像我們人類一樣 就是母體跟胎兒 牠有一個期待的連接 牠有一個營養可以攻擊 牠我在做的這個知識 牠其實是牠正在 吃蚯蚓 這隻蚯蚓非常肥美 對 旁邊有很多草的手 就像是在把這隻蚯蚓 要貢獻給這隻鳥的感覺 對 牠們就好像公共一樣 對 剛好在這裡有一束一串的東西 我看不出來 這應該是一片漂流木 然後我看到這裡有小魚 這是一個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浮淺 我就會去看到 挖進前面的景色 是從天空到陽光 它照射在海洋上面 慢慢到前海 到深海 深海會看到一些魚在游 但妳不解釋我們看不出 這是一個海洋的剖面 對 那這一屆呢 我又看到魚了 然後有鏡子 這個是我自己很喜歡種荷花 荷花花瓣 它會飄落在水面上 中間有一個鏡子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透過那個水面 去當作鏡子這樣子看我們自己 那旁邊上這種 它其實是水 就是浪的那種感覺 這是水 嗯 那這是枯葉嗎 這個整片其實是一個荷花瓣 家住高雄的林婕瑜 學商品設計 做過美髮葉 對美的事物都有興趣 無意間被羊毛毡吸引 買書看錄影帶自學 他走的路線是比較少見的 羊毛濕毡 在前面我就會先濕一段羊毛 所以我會用比較放射性的鋪法 然後這是第二層 這個是裡面有撒一些灶劑 加水 然後這個是我隨意撿的一個氣泡便 就也是板型的材料 那我會用凸的這一面 稍微輕搓 然後再把網子把它掀起來 然後再把它翻面 然後我拿起來之後會看到板型 先拿出來 所以如果妳要說妳正式出道是哪一年 2017 怎麼說 我從那時候才被邀請到市井 妳得過什麼獎 就第一個的話就是第一屆纖維創作獎這樣子 我想說這個應該也是海中的植物吧 對 它是海葵 這個形狀要這樣把它樹立起來 而且都不會變形 這個難度有嗎 有 它其實本身裡面現在目前是有支架 層中其實還滿重要的就是 兩隻手的塑的力道要一致 它的背景就是好像是一個珊瑚礁的感覺 那也有不同顏色的層次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它是那個讓它打上暗之後 再散開的那個瞬間的水波紋 那陽光它會剛好就灑在上面 所以它會有一些暖陽的感覺 這個的話它是一個東海岸 海岸線的概念 就是因為東部它有日出 所以這邊有日出 然後這邊是海岸山脈 然後這邊是海岸線 那這些布料跟羊毛的結合 它並不是透過一些針線 或是黏著機去把它做結合的 它是透過羊毛本身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這個絲綢跟這個羊毛的接縫點 是它自然去撮合的 這裡有個很大的眼睛 對 這是在做我自己 妳自己 那這個形狀是什麼形狀 很像衝浪板 這個只是我自己 就是可能從鏡子裡面 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那妳的眼睫毛跟妳的眼睛 距離好遠喔 對 它是那個有放大 然後因為我自己有桃花枝 要把它做出來 是一個小水滴 小水滴 它是一個花器 我覺得它又給人家一種 很溫潤的感覺 對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 它是一體成型的 對 對 對於很多不擅長針線的人來說 它其實是一個 還滿不錯的一個手工藝 那越南為什麼這裡有這樣 長出來的這個 小水滴 小邊邊的東西 這個是雲的輪廓 對 然後因為 因為越亮它的顏色 它會暈染到旁邊的雲 對 所以我把它做成一個 就是一體的感覺 它這是鼠縫點 對 我覺得它比較亮麗一點 然後我就想做一個 它剛好過勇而出 它的觸角是可以動的 所以它裡面是有一些鐵絲 無施自通的林婕瑜 摸索出羊毛濕毡的技法訣竅 像這個背包 一大堆孔洞用來放塑膠袋 出門採買物品 用法很多元 從動植物到風景 林婕瑜的羊毛濕毡 可以做大面積的抽象表述 是纖維編織 實用和美學兼備 雷子新聞網APP